紫南宮在2016年的元旦 如同晚年一樣 發放紀念前母 一早就吸引數萬名的姓仲 排隊拿前母 廟停前的隊伍綿延10公里 而這次搶到頭箱的 是一位來自彰化的士先生 提早12天就到現場卡位 足以證明 竹山紫南宮的魅力不容忽視 我是來返運旺的 因為我前年都跟土地公 土地婆講說 給我這個小小的運旺 我就陪你10天 昨天就來現場排隊 那我們是從基隆南下 那要去南部 經過這邊 就過來排隊 排了一天 今年排隊搶拿前母的人潮 再創新高 將近3萬人的民眾 排到10公里外 而為了讓場面看起來更加熱鬧 廟番主委特別到現場 發放紅色氣球 9點時間一到 大家就一起吃飯 附有希望升空寓意的氣球到空中 我們今天就加個氣球 氣球我們上面都有寫一些吉祥話 就類似在放天燈一樣 所以說很多小孩子說 要氣球這樣比較熱鬧 所以我們用紅色的 裡面就寫一些吉祥的味 就是說平安快樂 大家發財 所以今年會比較熱鬧 今年的紀念碧 廟番除了推陳初心 打造紅年紀念板之外 還特別讓元旦排隊的前400名幸運民眾 拿到數量有限的琉璃墜子 那個是我們用琉璃打造的 裡面有一片金箔片 就是純金打造 那個是我們今天一季要發放400個 所以前面400個人都會領到琉璃墜子 那個琉璃墜子就是 領到人可以送給太太還是女兒 媳婦都可以 而竹山紫南宮靈驗程度眾所皆知 就連大明星白冰冰也抵擋不了土地宮的魅力 出現在大排長榮的隊伍裡 首要目的除了拿錢母保平安之外 更為接下來的紫南宮文化祭活動做宣傳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記得1月10號要帶有效的發票來做公益 只要您帶10張有效發票 就可以來排隊換錢母 記得喔 竹山紫南宮每年的遊客數量不斷激增 在2016年的第一天 透過首波的發錢母活動 成功吸引數萬名的遊客前往觀光 而紫南宮文化祭的活動 持續舉辦到農曆過年後 一掌和順風邀請鄉親 趕緊呼盆引伴到紫南宮觀光 趁機將珍貴的猴年招財錢母帶回家 明星文廖瑋琳 竹山財訪報導